今天向大家讲解的电影是超人高校 男主威尔的父母都是世界上著名的超级英雄 担任着保卫世界的重大责任 他的父亲力气非常大并且倒枪不入 他的母亲善于超音速飞行和徒手格斗 然而威尔却没有一点超能力 但是威尔并不想让父母失望 有时候他会装作自己力气很大的样子 后来威尔的爸妈把他送往超人高校去学习 威尔和邻居苏珊一起去上学 到了学校之后 威尔发现同学们几乎都拥有超能力 这时威尔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格温 她似乎对她一见钟情了 高入学的时候需要向老师展示自己的超能力 根据这个来进行分班 分别有超能力班和支援班 而没有任何超能力的威尔自然被分到了支援班 医生甚至对她进行了检查 却发现没有什么毛病 于是医生觉得两个超能力强的人 可能会生出来没有超能力的孩子 或者就是威尔的超能力还没有被激发出来 威尔的父母觉得他会在学校有所作为 因此威尔并没有将自己进入支援班的事情 告诉他们 威尔的父亲带他参观了家中的秘密基地 这里有一把天王奶娃枪 这是父亲珍藏多年的宝贝 这天威尔带同学来家里玩 威尔的父亲发现他们的超能力都非常弱 他只好将自己的事情告诉了父亲 父亲显得非常生气 却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威尔被具有超能力的恶霸欺负 甚至故意让他摔在有火焰手超能力同学的身上 两人因此打了一架 而威尔的超能力在这个时候被激发了出来 两人也打了平手 他们被老实叫去 说自己的超能力应该用在有用的地方 回家之后虽然爸妈很严肃地教育了他 但是威尔的父亲还是很开心 他终于有了超能力 威尔也因此调到了超能班 和个温做了同学 威尔还带他回家 父母对他也很满意 威尔还答应他过几天去参加学校的舞会 后来威尔在家中举行了派对 邀请了格温来参加 在两人独处期间 威尔带他来到了自己家的秘密基地 然而没过多久 格温却赶走了来参加派对的苏珊 对此威尔很是生气 他决定和格温分手 并且拒绝参加校友舞会了 因为他和苏珊的感情很好 他不能让他受到欺负 于是第二天 只有威尔的父母去参加了校友舞会 独自一人在家的威尔来到了秘密基地 发现有一本相册 然而在翻看的过程中 他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一个黑暗科学组织的研究员 和格温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时候校友舞会已经开始了 显然威尔发现晚了 格温偷走了天王奶娃枪 并且变成了女金刚 他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小孩子 想要带走重新改造研究 于是威尔赶紧召集了支援班的同学 大家一起赶往舞会去救参加舞会的人们 天王奶娃枪的威力很强 威尔出去追赶格温 格温要和他进行单挑 然而此时已经拥有超能力的他 很轻松的就打败了格温 这时所有人也都变回了原样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威尔发现自己喜欢的其实是苏珊 两人最后也终于幸福的在一起了 好了 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